我們現在來狀況說明 就是這個情況下是 我們需要回錄我們的節拍器 譬如說有可能我們的節拍器有速度的變化 就算沒有也是OK的 好那我們就 就不要理會我們目前的project裡面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開了一個空白的 然後現在要告訴各位如何回錄我們的節拍器 變成一軌 audio 的音軌 然後再跟其他的樂器一起匯出去 譬如說你要拿到錄音室也好 或是拿到給別人去做錄其他的樂器也好 好我們都知道Logic Pro X 時代開啟節拍器比較越來越方便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按節拍器 即使你要設定這邊按右鍵 就可以有叫出關於節拍器的設定 好這個節拍器的設定是針對整個系統的 就整個軟體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叫出我們的Mixer 我們直接按X就好了 好這邊叫做Mixer後因為方便介紹所以我才開一軌 因為這樣大家不會亂掉 我們看到這個 你可以去做一個篩選就是你想要看到的音軌 那Single是針對單一軌 但是我目前只有一軌 所以我們的Output跟Master一定會在 好當我們點到All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多了兩軌出來 一軌是Pre-Listen然後另外一軌是Click 好基本上啊 Logic Pro X裡面的Click 都是藉由這一個效果器 這個軟體Plug-in來產生的節拍器 這是等於是說就是Logic Pro X裡面的節拍器 好當我們點開以後 你還可以在這個節拍器的Plug-in裡面做一些節拍器的設定 譬如說我們先聽一下我們的節拍器的聲音 好那如果我想要換節拍器的聲音可以從這邊換 有沒有然後甚至你還可以做一些微調 好所以基本上是你可以調整一個 你喜歡的節拍器然後再把它存起來 存成一個Preset 好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回錄我們的節拍器嘛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一步一步來就是 首先呢我可能會先做在這邊開一軌Audio Check 好那我們什麼都不管先把它關掉 我們是不是 欸欸欸我剛剛是不是選錯了 再一次我剛剛應該選錯了 我直接開啟一軌Audio Check Audio 好就單純的什麼都沒有的 好這邊然後我們先改名字叫Click 好我們要回錄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利用Bus 來回錄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我們這一軌Clicker 有Plugin的這個Clicker 這一軌 它的Output是Stereo Out 等於說它是直接送到我們的主要的Output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先把這個Output改掉 我要給它送到任意一個我指定的Bus 那我們這邊直接指定到82好了 那看個人習慣 好當然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習慣都已經固定好 然後你就不會亂掉 每次都要重新找一次都可以 好那這個AX軌在這裡 好基本上我現在放 有沒有我的節拍器的輸出會到AX軌 AX軌的輸出再到Output 所以它是依序是從左到右的順序 好基本上這樣就OK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我們這一軌 我們這一軌的Clicker這一軌 的Input 就要改成 剛剛我們是送到82嘛 對不對 Input就要改成82 好那這時候我們聽聽看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等於說我直接在這個Audio Check 的Input改成82的時候 我們的節拍器送到82 然後再送 再從82送到這個Clicker 最後再送出去 那所以我的AX軌如果Mute掉的話 是一樣道理 有沒有 所以各位就知道 大概要理解一下 AX跟Bass Bass只是一個暫存的一個路徑 它可以讓我們指定到任何一個位置 然後再從那個位置送回來 那AX的話就是有個實際的音軌 即使我這邊Mute掉 它還是會把Clicker的聲音送到我們剛剛 這一軌的Clicker Audio Check 好那因為剛好我們這個狀態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速度的變化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回錄的時候就這樣很簡單 然後我們就 呃基本上就 直接 錄音 然後但是可能要 對 有沒有 那這樣就錄好啦 有沒有 那我們剛剛是有那個速度的變化 所以我們聽聽看喔 我們把節拍器關掉 只剩下這一軌 好 這樣各位就可以理解 我們如何去 呃 利用 送Bass 然後找出 在Logic Pro X裡面 隱藏的Clicker的音軌 然後把它的Output 改成 另外 就是送到別的地方 送到Bass 2 那從Bass 2 送到另外一軌 我們指定的 Audio Check 好那 這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直接改Output 但是各位 你也可以使用 Send 去做這件事情 Send Bass 2 然後給它一個音量 你就可以永遠都有一個固定的狀態 送到 你知道 那個Audio Check 不過這才是要看個人的需求 去決定看如何使用 OK 這就是如何回錄我們的節拍器 那 同樣的方法你也可以應用在 你可能要回錄某些 軟體音源之類的 這都是一個方法 然後看各位怎麼用 OK